這個禮物是我們母女 第一次主持的紀念 也是我們之間 永遠珍貴的會議 希望妳會喜歡 這是剛剛那個 那個結婚的那個戒指 妳要現在戴嗎 我自己賺了錢 然後買這個戒指送給我 我今天就是很感動 婷婷媽媽真的很愛妳 然後我這次有想過她會哭 但是沒想到她哭得那麼慘 害我在那時候很尷尬 妳現在有什麼新聞嗎 新聞 嗯 錯過了都說 想不到吧 怎麼會有這麼 妳當時有這種習慣 上大學吧 要去哪裡一個 要去米國賣米嗎 她怎麼出國要花很多錢 一年耶 對啊 對啊 她錢要對多少依賴 因為今天妳跟我說 她要出國特色 對我來說 這是 我是捨不得人 離我那麼遠 比較依賴她 所以她如果去到那年空的地方 只要看得很麻煩 所以做媽媽的人會歡樂 會不甘 我有個東西要給妳 東西給我什麼意思 對 什麼 這個 打開就知道了 這顆是什麼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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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什麼 第一月媽媽 當初妳問我要不要 跟妳一起主持的時候 我一直在猶豫 要不是有妳的堅持 我可能早就放棄了 前幾次錄影總覺得 自己表現得不是很好 想說慘了一定會被唸 結果妳不但沒有 還不斷地鼓勵我 讓我終於開始累積一點點 小小的自信 這個禮物是我們母女 第一次主持的紀念 也是我們之間 永遠珍貴的會議 希望妳會喜歡 可以打開來看 這是剛剛那個 那個結婚的那個戒指耶 妳要現在戴嗎 不 好歸 幹嘛 而且今天她用了她的 自己賺的錢 然後買這個箭子送給我 我今天是很感動的 妳 妳媽媽真的很愛妳 妳很謝謝妳來當我的女兒 因為我個性比較緊 平常不太會表達對家人的情感 通常都是藉由送禮物跟寫卡片的方式 然後我這次有想過她會哭 但是沒想到她哭得那麼慘 害我在那時候很尷尬 雖然今天妳下的卡片很感動 阿哥送我這麼珍貴的戒指 媽媽真的很開心 但是我也是希望妳可以用嘴說出來 我的心願是 希望妳可以 說媽媽我愛妳 我愛妳 就是 用甘情講出來的 好不好 好